被視為國民黨臺北市長最強人選的立委蔣萬安 最近活力是越來越強 今天受訪時表示 相較其他五都大規模成長 臺北市進展有限 就會一成不變 呼籲臺北市政府應該要大刀闊斧來改革 他也被問到了 如果擔任市長要如何來大力改革呢 穿了整身藍色的國民黨立委蔣萬安 精神抖擦準備上工 出了立院質詢工作 也硬起來對綠白開炮 不只格控開嗆 要柯市府正視台北市的抵抿民調 就連被問到是不是有信心接任台北市長 講完態度也不再閃躲 我一直以來就是維持我的態度 積極面對就事論事 強力監督理性討論 坚守立場自信引戰 另外蔣萬安也就衛福部長陳時中 對疫情八百條人民的爭議 強力出擊 任何事情都應該接受民眾的檢驗 我想任何事情也都可以接受外界的公平 一改平時溫和態度 蔣萬安增強炮火 戰力激增 也引發外界聯想 是不是為了備戰台北市長刻意改變形象呢 對蔣萬安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加分的動作 也對他支持者來說 覺得蔣萬確實是不一樣了 更能把市政 還有未來的一些轉變的托付給他 言辭行動上面 只有更強更強更明快的空間 蔣萬安委員現在的民調 一直被其他候選人所追上來 讓人家感覺說他已經慌了 身為國民黨內台北市長的最強人選 蔣萬安步步轉心積極備戰 力抽拓展票源 又為藍軍拿下這場荒復首都戰役 記者綜合報導